当时我刚刚从外国毕业回来 然后两年后也就结婚 我就决定加入我的太太的教堂来侍奉 那个时候当时在新教路的弟兄会侍奉 我开始的几年教会会有的是互相不认识的 甚至在领导方面也有不同的认识程度 我开始的十五年是在青少年师傅负责 过了十五年我觉得我跟步上的年纪比较大 然后接下来十五年我就在幼儿班儿童的组合学师傅 最后的十五年就在国会部师傅 开始师傅的时候也是帮助青少年 我们的护士们就是青少年 我们开始师傅上帝在护士学生的师傅上帝这方面 是发现到很多护士来新加坡的时候是年纪比较年轻 十九岁到二十一岁 有的是第一次背景离乡 有的是从农民的背景过来 所以对一个城市的生活不熟悉 很多东西都不熟悉 所以很简单的说就是我们要把他们爱到进入神的国度 不管他们最终是否进入神的国度 我们还是一样来关怀他们 来照顾他们 我们把关怀护士的工作大约分开分成两半 一半就是找一群弟兄姐妹们 只要他们来关怀来照顾来爱这些年轻的护士 另外一方面就是在门徒训练 插进方面的一个事奉工作 这样的话就可以比较容易的找到弟兄姐妹们 一般就是帮他们幸福的时候 怎么样做门徒训练 打好一个门徒的基础 帮他们怎么样学习 祷告读圣经 使他们就能够在灵力里面成长 难忘的事情也蛮多的 比如当我们开始举办这个启发课程的时候 看到他们凭着很简单的信心来接受耶稣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作 然后接着我们发现到 这些来信耶稣的护士们 也继续把这个福音传到他们的家人 接下来几年他们已经长大了结婚生孩子 然后我很高兴地看到他们 有很多有子女已经开始入学校上去 我们希望继续地培养照顾 这些小孩子 我是希望新的一代能够向前离部 来接棒来继续带领这个教会 希望年轻的领导能够来接棒继续地侍奉上 教育下一代是父母的责任 那么我们父母如果跟随耶稣 懂得怎么样来爱耶稣 顺服耶稣 我们就有机会能够培养下一代 像下一代如果从小就受到圣经的影响 接触到神的爱 接触到基督徒 我们希望人家会影响 以及塑造他们将来的一个人格形象 你们很幸福上帝也带你们 有机会来到新加坡 来认识上帝是一个很好的夫妻 我们要感恩继续把这个福音带到那些还没有幸福的人